人只喜欢接受什么观点 自己喜欢的观点 人只喜欢看到什么东西 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但是这样 你永远是没有成长的 固步自封 夜狼自胆 一个少女带着孩子 你不能说她做工不工 因为她很有可能是被人性侵生下的这个孩子 一个男的感染了艾滋病 你不能说她自作自受 因为她很有可能是做手术的大夫 抢救病人 不幸感染 所以经验告诉我们 你是有限的 还是要随时去倾听人类古老智慧的交道 苏格拉底提醒我们 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 因为批评可以戳破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个幻想 我真的希望同学们能够去看一看 苏格拉底的生电评 这本书很薄 只有五十多页 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如何诚实地对待自己 未经省事的人生 这本书是有限的 这本书是有限的